大家好我在中国大陆给大家录制视频 今天讲一下奈飞netflix 奈飞和youtube一样是一个视频观看平台 所不同的是奈飞它完全是付费的 如果你不付费购买的话 你是看不到里面任何内容的 然后看奈飞的话是需要翻墙的 而且要用原生的节点才能观看奈飞 所以并不是说你一翻墙就能看奈飞的 还是有一定能看的 然后我所用的翻墙工具就是图中两种 其中一种就是翻墙机场 我经常讲的那个Blinkload翻墙机场 所用的这个猫这个logo的clash 我的是安卓手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lessvpn 也就是快联vpn 因为我现在手机语言设置为英语了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英语模式 然后快联vpn我安卓手机这个版本是2.16.2这个版本 那我把手机语言设置为中文简体吧 然后就可以看到就是快联vpn文件夹 然后用快联vpn的话也可以看奈飞的方法就是你必须是他的薄金会员 然后选择变更国家与地区 然后可以选择要看奈飞的话可以选择台湾节点 什么类似节点啊新加坡啊日本啊美国啊这些节点都可以 然后把最上面这个模式有激速模式默认的激速模式更改为安全模式 就可以看奈飞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选为 把那个按钮弄到左边来就是安全模式 就提示代理所有网络访问 改编ip地址安全性极强 然后比如说选择这个台湾服务器节点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奈飞APP 这就是他的界面 这原来可以截图的 前几年我感觉他是不可以截图了 然后最近看了这个日剧 老公的那个进不来 这个标题就很吸引人嘛 他是2019年左右出来的一个日剧吧 然后这里分级是什么信裸露出笔言语 他这个画面截图的话是没有显示出来的 但前几天我手机截屏的话 那个电视剧画面电影画面也是可以出来的 不知道这是什么什么情况 这那飞的话他这是大计时模式 他在视频下面的这个右边是一个大计时 他跟油管是不一样的 油管的话他是可以显示 你现在观看的是第几分第几秒 然后他这速度的话 也最高速度只有1.5倍的速度观看 像日剧的话这部日剧他的情节发展的很很慢 以1.5倍的速度看还是感觉太慢了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想以两倍的速度观看 这样的 然后用blink load翻墙机场的话也是可以看那飞的 那我们点击进来看他的每个服务器节点都是原生节点都是可以看那飞的所有节点 所以是非常棒的可以看一下这有很多节点有香港的日本的新加坡的然后台湾的美国的这些节点都是可以看那飞的还是很方便的 现在正在录屏不知道能不能把那个画面给录起来前几天是可以的 现在我把这个那飞播放给暂停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分级是14岁以上才能观看的 其实那飞还是挺不错的 他有很多世界各国的那种电视剧电影啊 像有些韩剧日剧的话你也可以把那个他原始的语言 那种语言是比如说韩语你可以把它选为英语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学英语了嘛 边看韩剧边听英语 然后字幕的话可以调为简体中文或者调为英语 这样的话就可以学习英语了还是挺不错的 有些电影电视剧还是蛮好看的 值得就把它看下去嘛 当然他这个搜索功能好像不是很好 不像谷歌谷歌的搜索功能是很好 那飞的搜索功能好像不是很好 输入一些关键词那些电视剧竟然没有显示出来 就是这家翻墙机场这频道也介绍过他在2019年就介绍这家机场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这也可以显示出来是2019年11月20号发布的视频 我手机语言又设置为英语了 所以是这样子的 然后从2019年到现在也有 快两年了吧 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过价格是有点贵的 然后在我视频描述面也可以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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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机场的购买链接吧 这家机场的售后群叫blinklow的customer service 目前有3078个群组群成员嘛 157个人在线 当然这个LessVPN也就是快铃Vpn 他不仅能看奈飞而且可以支持翻墙回国也可以翻墙出国 这还是挺厉害的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